Hello,大家好,我是Lawrence,陳家輝 我很喜歡儲玩具,亦都看到有不同的figures 大大話話都有十幾年了 變形金剛對你有甚麼回憶呢? 如果說回憶的話,很久很久之前 我還很記得去讀幼稚園的時間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讀幼稚園的時候 都很喜歡看電視的 當時很吸引到我的就是變形金剛 因為看到Operman的火車頭一邊走 覺得很有趣 而最深刻的回憶就是 福特,投領戰士的總司令 我還很記得小時候 很喜歡這個角色 我還記得去到幼稚園 幼稚園一班人會有些小小的東西去玩 我當時,到現在這麼大年紀 我還記得當時小時候 用了幼稚園那些小小粒的LEGO 砌了一個 就像這個福特戰艦一樣出來的 你是甚麼時候開始收藏變形金剛的? 如果說收藏變形金剛的話 其實小時候 當時都沒有這樣的機會去買 只有一個限字 可能家人很偶然買了一隻 那時候小時候又不會珍惜玩具 玩完之後就可能不見了 或者搬到當時沒有了 真正去存的時候 都可能在說十多年前 當時就真的當一些變形金剛 特別我最喜歡那個年代 是頭領戰士 以及之後的超神那個系列 他再開始出復刻版的時候 我就正式開始 當時自己又出來做事 有少少經濟能力 就可以買回自己的心頭號 所以大約都是十多年前的事 你最喜歡的變形金剛角色是哪一個? 最喜歡的始終都是小時候 第一個接觸到的程義傑 就是這個福特 福特這個總司令給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在卡通片裏 我記得很多時候都是主角不夠打 到最後就靠總司令出來 而印象最深刻就是 那次有一把劍 我還很記得他每一次出來之前 他要變身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很大的戰艦基地 他就要在控制室裡 好像有一把劍就插著 要拔了一把劍出來 才可以將那個戰艦和他合體 變成一個大機械 但是又不是每次馬上拔到的 好位危急 每次危急關頭 拔也拔不到 因為原來他有個不知什麼安全裝置 就是要他不知又要 一方面又要夠冷靜 還是一方面又要某兩個能量的 Energy Bar 是要平衡才拔出來 所以每一次看到那個位 我就很心急 已經好危急 拔到呢 拔到呢 然後拔到出來變身的時候 就差不多歡呼 拍手 很開心 因為知道他一變身之後 就可以搞定那個拍人 化解危機 所以到今天印象最深 和最喜歡的 都是這一隻福特 好 來了 如果可以推出一款你想像中的變形金光 你會想出哪一樣東西呢 變形金光呢 如果你說都是交通工具那些就見很多 反而你這樣問 我想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一個公事行李箱 然後有需要的時候 立刻變出來 都會挺過癮的 介紹一下你最喜歡的變形金光收藏 最喜歡的變形金光收藏呢 我會選擇這個 超神裡面的兩兄弟的飛機這一套 其實為什麼呢 第一我喜歡這套卡通片裡面的角色 很特別的 我還記得當時看 我是未見過 第一次見是兩架飛機 可以合體變成一架飛機 而當時 一路小時候當然沒有錢買 只有一個限制 到大國想買的時候 發覺原來都很難找 而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版本 因為你見到它上面寫的是日文 其實是日文版來的 我當時買的時候 其實我要到eBay找 我還記得當時我看 如果我想找這兩隻飛機 有什麼選擇呢 我發現大多數 其實原來兩隻飛機的版本 都是分開兩盒獨立去買的 唯獨是有一個叫日本特別版 就是兩隻飛機都放在一起 我見到這個是特別版來的 很特別 而且盒子很漂亮 所以當時 雖然它的價錢 比起兩隻獨立買貴的 但我最後也買了這個 這個 我自己也不太捨得經常玩 偶爾玩了一兩次 都放進來 因為真的很珍貴 所以這一套就是我最喜歡的 《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的故事 對你人生有什麼啟發呢 嘩 這個問題 都非常深刻的問題 而我還記得 如果一般《變形金剛》的故事 其實都比較直接的 有一個好的一邊 有兩邊的博派 然後有壞的一邊 狂派兩邊打 我還記得一個比較特別的角色 就是《六變獸》 《六變獸》 《六變獸》這個角色 其實我覺得 會啟發到我想一些事情 因為我印象中 《六變獸》一開始是叫狂派那邊 做很多所謂的壞事 但後來他中間 是因為接觸了 即是博派的一些人 一些成員 後來他覺得 他不認同 他之前 狂派的一些 理念 或者一些造字的方法 所以結果 他就是 沒有再幫旁派了 就 暫時出手幫國派 但到最後 我記得 他其實又不是完全 只是去了博派那邊 他不是歸了那邊 是幫博派的 他其實是一個 比較自由的自由身 我覺得 他這個角色 其實看法多想一些事情 都很特別 就是很多時候 可能我們出來社會做事 很多時候 都會叫所謂 國位其主 即是自己身在那個其位 有時候 就自然要做某些事情 或者有某些立場 定了下來 但是 《六變獸》的角色 即是令我想起 就算我們 可能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因為某些不同的關係 我們就算 有一個所謂的 既定的立場 其實好像《六變獸》那樣 更加重要就是 學懂獨立思考 即是自己要真是去 find out到底 事實是什麼 自己去獨立 去分析這件事情 獨立思考完之後 然後再做一個取態 而那件事 最重要是忠於自己 所以《六變獸》這個角色 給我看到 其實不簡單的 即是如果你本身 已經是某一個立場 別人覺得你是同一群人 但你突然之間 要和他們脫離 然後要終於自己去做 其實需要很大的勇氣 所以在這方面 我覺得這個故事 都從他身上 雖然他不是一個最主要的角色 但是因為幾特別的設定 令我想到 今時今日 就是給我自己 其實真的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都 無論做生意上面 很多時候會因為 自己 要代表某一件事 就有一個立場 很多時候我都會 問回自己 除了這個立場之外 有沒有機會我可以 再跳出來 以一個中立的態度 去看回這件事 讓我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之後 然後做到一個 忠於自己的取態呢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就是綠變獸 或者變形金剛 這個故事 其中一件可以 啟發到我的事 對於變形金剛 35週年 你有什麼感想和期望呢 其實你不說 我也不知道 原來變形金剛 已經35週年了 其實都很開心的 由小到大 都是看著變形金剛 這一套卡通片長大 所以感覺 或者感想 就是沒有想過 這一套卡通片 陪了一套成長 而今天都 很幸運 還有這麼多廠商 是願意將 可能80年代 90年代的 一些變形金剛的角色 配合現在最新的技術 去越出越漂亮 令到我們有機會 去擁有 當時得過恨自己的夢想 所以其中一個 很感恩的一件事 變形金剛的歷史 可以保持在這裏 那展望 真的很希望 這件事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因為始終 我自己 都希望 自己已經有小朋友 都希望 小朋友 可能會 到他們大過的時候 然後變形金剛 都有機會 繼續是他們 陪著他們成長的一個 即是卡通人物也好 或者是一個 宜事的一個 回憶也好 就是這樣 變形金剛 二選一 博派 還是狂派 博派 還是狂派 嗯... 博派 阿柏派 還是麥加登 阿柏派 電影版 還是動畫版 動畫版 日版 還是尾版 日版 福特 還是薩克的人 如果真的要勉強選 就福特 福特 變基地 還是變機械人 基地 變動物 還是變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 頭領戰士 還是能量戰士 嘩...這個真的很難回答 能量戰士 音波 還是塔子達 音波 G1 還是衛星系列 那就是G1 我們這些都是那個年代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